財經點滴 潘碧雲 很多行業都說是借用 上網隨手可得你想要的資料 行業又怎會值錢呢? 好像最不值錢的就要數資訊 因為隨時上網都可以拿到你有關的資料 以前很多的專業行業 一下子都變得很不值錢 電腦行業是這樣 以前全部都是專業人士 才懂得砌機、修理、軟件下載 現在電腦普及到連小孩都人手一步 誰懂得做不懂 上下youtube馬上有真人示範教你 幾疑難雜證的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最後買一件貨就說要付錢 其他要增值的東西都不需要再付錢 大部份消費品 尤其是電子產品 都是預你用兩三年 就算一個大喇喇幾百元 去到幾十萬個袋 就算多耐用都好 到最後都是因為款 在一兩季之後 勾到不勾 用那個都捱不住 不會再用的了 其實還有些什麼 會是值錢呢? 你說就算是專業資格 只要是政府沒有規定 要找這班持牌人去做的話 只要自己肯花點心思心力 都一樣搞得定 我有一個朋友有官司前身 但發現原來不一定要找律師代表 於是膽粗粗自己找齊資料 上網看了關於法庭的資料 就自己去上庭 那官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 他還說 因為法律程序是死的 只要肯問 跟到足去填完表 那些人叫你去哪個窗 去哪個窗 去哪個窗 交什麼資料 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事實是 即使連律師 都要你提供資料 朋友說 既然沒有人比你更清楚 整件事的來龍去馬 那又何必被人賺這些錢呢? 所以你說了 還有什麼是會值錢呢? 每天為了 投資人 車款 車款 車款